《生法危機3》即將在今年的4月3日,在PS4、Xbox和Steam平台上發售 目前看上來的遊戲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利用全新的引擎重製的畫面,令到經典的Jill Valentine和追跡者Nemesis 在新時代的引擎之下看上來很驚人,實在是非常令人興奮的 那今天我就來跟大家簡單介紹這一部作品 以及講講幾個,各位在購買之前,必須要先注意的重點啦! 如果你認同我們的創作的話,歡迎你成為我們的頻道會員 或者是透過影片簡介,或者是結尾的PayPal贊助,你也支持我們的創作 在各位成為會員之後,請你Message和IG去加入我們的Discord Group 我們每個月都會有頻道會員的私人直播 那就期待在Discord群見到各位了,你的加入絕對會成為我們創作的根基 如果各位有玩過上一集的生法隧機而重製版 你應該會知道,相比起舊版,完全注重在解明部分的生法隧機 新世代的重製版Capcom增加了很多動作元素 好像是需要瞄準的射擊環節和戰鬥的環節等等 就好像在Leon線和暴君Mr.X的戰鬥 或者是Claric線最後和實驗體的戰鬥等等 雖然這些劇情老闆都有,但是新世代的重製版裡面 他的動作元素被強化了很多 就好像是必須瞄準頭部才能殺死的喪屍 或者是必須打他的眼睛的實驗體 而來到這次的第三集重製版 今次的遊戲強化了裡面,講求動作的環節 在這款作品裡面,Capcom為Gill新加了一個可以滑的動作 只要玩家觸準時機,就可以用滑來避過喪屍的襲擊 而當中是包括普通喪屍的飛撲,甚至是Nemis的攻擊 而如果玩家將時機捉到最準,就會將行所謂的完美迴避 玩家將會獲得幾秒的子彈時間,可以對敵人進來瞄準和攻擊 相信如果要爆機的話,玩家必須要用好這個系統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不是錯覺呢? 最近好像玩Capcom的遊戲都一直在滑來滑去的 第二點,這次買第三集重製版的玩家 是將會獲得生化危機的全新多人連線不對稱對抗遊戲 Resident Evil Resistance 遊戲是以玩家對玩家的對抗模式進行 其中一位玩家需要扮演Boss 將另一邊幾位玩家透過不同的陷阱和生化武器去擊倒 而另一邊的玩家需要合作去逃出生天 這隻作品,作為附贈的作品,討論度沒有重製版那麼高 但我個人來說是相當期待這隻作品 不過始終非對稱的對抗遊戲設計 就令我想起當年討論度很高的Evolver 那隻遊戲當年是有相當出色的概念 但後來就因為失敗的市場策劃而死 希望今次的Resistant可以取得成功 說回正題,今次重製版買的遊戲可以說是買一送一 所以暫時來說我覺得買下去挺划算的 如果有玩過上一集《生化危機2》的重製版 各位玩家一定對於遊戲中的暴君Mr.X 那種充滿壓迫感的持續追擊,印象是很深刻的 而今次來到第三集的重製版 追殺我們Gill的角色,由暴君變成追跡者 相比起只能夠一步一步慢慢走向我們的Mr.X Nemisus 的攻擊力更加強 作為Umbrella保護傘公司的生化武器 追跡者的大佬被植入了智能晶片 令他可以操縱人類所使用的重型武器 包括火箭炮、電影版的改編火神炮 而今次的重製版 Nemisus 可以使用全星的火焰發射器 作為Pyro向我們作出攻擊 在這裡我私人收到今次重製版的絕密遊戲片段 在這裡可以和大家分享 這些片段非常珍貴 記載了生物兵器追跡者的思維模式 是保護傘公司的最高機密 請各位千萬不要分享外傳吧! Nemi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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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CAPCOM 重新設計了女主角Jill的臉 她是搶了一個模特兒 Saja Sotova 她的臉是作為鏈毛的 大家都知道 流頭不流腫的菊花萬人桶 所以我這裡附上這個Model的IG 請各位自己去搜尋 老實說 今次Jill的臉 我個人來說是不適合胃口 我個人來說也是比較喜歡 舊版的Jill的臉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真人版電影的Jill Valentine 也是比現在這個版本更適合胃口 如果各位一樣喜歡舊版Jill的玩家 就必須要注意這一點 而來到20年之後的今天 Jill的服裝都是一樣被重新設計的 他們保留了過往的配色 但服裝的細節被他們改了 不過個人來說 我也是更加喜歡舊版的服裝 只不過以上兩點都有解決方法 服裝的部分 只要玩家預購Resident Evil 3 Remake的重製版 就可以拿到當年那一套 作為預購的特典 而臉的部分 我想各位就必須要等PC版推出後 各種模組出來才自己改 在作品強調動作元素的時候 要如何強調生化危機系列 過往出名的解謎元素 是很考驗製作團隊的功夫 在生化危機2的重製版中 遊戲保留了個案系列的解謎元素 但當作品走進次世代引擎的世界之後 這種解謎就形成了一種奇怪的感覺 在這裏我不是想評擊這款作品 而是希望提出一個想法 在近年來 越來越多重製作品推出的時候 我想這個概念是必須要被重視的 而這一點就是遊戲的核心玩法 有沒有跟上新時代的遊戲設計 舊版的生化危機2 是在1998年發行的遊戲 意味著這遊戲的核心玩法 是屬於20年前的玩法 在當年的遊戲畫面上 很多的問題都會被掩蓋 但當遊戲通過重製版 來到20年之後的今天 這些問題就會被放大 我們舉一個最常見的例子 如果我們是一個全副武裝的警察 就算我們是一個小狗 明明的城市被喪屍襲 都會趕著他上班 但只要我們有常識 當我們遇到一度被人鎖上這個門 被喪屍追殺 我們的生命源於一線的時候 我們會怎樣打開門呢? 去年的重製版跟我們說 我們首先要在警署裡拿3個徽章 再觸發7749個機關 然後才可以打開這門 但問題就來了 既然我們全副武裝 為什麼我們不直接開槍打破門鎖 為什麼我們必須要透過這些解謎方式 來開啟一道 我一槍就可以打破門 這一點其實是完全不符合常理 就是遊戲的核心玩法 來到現在遊戲世界上 稍為有些過時的名證 在1998年 這種解謎方式可以被接受 但來到今天 我們已經經歷過無數優秀作品的洗禮 面對同一道木門 科學玩家的思維可能是開鎖叫門 Assassin's Creed玩家的想法可能是飛躍度翻牆 戰神的玩家可能是直接斬爛到門 而Rainbow 6的玩家就會連場大門一起爆炸 這些作品的洗禮 重新拆新了我們對於遊戲世界的認識 Axio Gratos The Courier Bill Nate Michael 這些人物 令我們對於遊戲的想像多了很多變化 而對於所謂遊戲裏面我們可以做到的事 亦多了很多 而這個時候 再一次透過7749個機關 來打開木門思路 就顯得相當過時 我再強調多一次 我並不是在攻擊生化危機系列的Remake 我甚至覺得他們 是近年來做得最好的Remake作品之一 我們看看旁邊的Reforged 你就知道一隻好牌是怎樣打得很糟糕的 而我這裡說的是所謂 在重製作品裏面 遊戲的核心 必須要在保留神髓的時候與時並進 而老實說 我認為生化危機2重製品裏面 某些橋段的解謎部分 是不合理 亦不必要的 而即使我真的很喜歡這款作品 關於Leon和Ada之間的敘事 我也必須要承認這一點 如果你只要穿過一條街 而路上有一堆喪屍 相比起找幾百個機關 我們爬天台不是比較合理嗎? 我實在看不出解謎的必要性在哪裏 或者會有人說解謎就是生化危機系列的精髓 那我就要問 這樣不是本末倒置為解謎而解謎嗎? 並不是我不喜歡解謎 而是假如解謎的環節沒有足夠合理性在背後作為支撐的話 或者會有人覺得自己的智商是被羞辱的 希望今次第三代的Remake可以更加進一步做得更好 本期影片到此為止 等第三集正式發售之後 我是會直播的 亦會在打完之後出片來講評價 如果喜歡這個頻道的話 記得就like、subscribe和comment 不妨跟我說一下 到底你最喜歡生化危機什麼呢?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請看 Parliament 請問 downhill dates 請看 freshwat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